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今天是8月23日 星期一 歡迎來到《時事亮亮碟》 首先我們要回顧上週的要問 河南鄭州特大暴雨災害 發生一個月之際 國務院調查組8月20號 進駐鄭州市召開動員會 部署全面展開調查工作 並開設專門舉報電話和郵箱 受理與調查工作有關的來電來信 9月30號截止受理 預算時 河南近日迎來新一輪的 強降雨天氣 鄭州等多個城市 啟動防汛二級響應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8月21號發布消息稱 浙江省委常委 杭州市委書記 周江勇涉嫌嚴重違紀委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周江勇現年54歲 2018年5月起任杭州市委書記 任內曾授予阿里巴巴創辦人 馬雲 功勳杭州人的榮譽稱號 德國總理默克爾 8月20號展開任內 最後一次訪俄行程 俄羅斯總統普京向默克爾獻上鮮花 兩人討論塔利班接管阿富汗 烏東局勢和白俄羅斯局勢等議題 在默克爾此次訪俄前 他已接連訪問了美國和英國 在完成俄羅斯的訪問後 他還將順道訪問烏克蘭 今年9月 德國將迎來大選 默克爾也將結束16年的 德國總理生涯 中國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 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習近平 8月17號主持召開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 習近平強調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要遵循市場化 法治化原則 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 防範化解工作 會議引發外界廣泛關注 上星期中央財經委員會 在北京召開的會議 專門研究了共同富裕的問題 這個消息在國際上 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因為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那麼又是一個發展中的 社會主義國家 像中國這樣一個國家 如何處理共同富裕的問題 它就不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事情 它在國際上 也可以說有重要的意義 因為追求共同富裕 這可以說是人類社會 世界各國普遍都有這樣的一種 或者說是一種夢想 但是誰能夠真正地做到這一點 那麼中國從這個新中國建立以來 實際上這個社會主義道路 它就是一個要追求共同富裕的 是要追求一種公平公正的社會 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前 中國基本上是做到了一種公平 但是這個公平是低水平的 是貧困的公平 這樣的貧困 它不是社會主義 這是鄧小平的名言 這個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所以改革開放之後 那麼按照鄧小平的這個理論 那就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因為整個社會 不可能同時都富裕起來 那麼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這個在中國是做到了 那麼現在特別是最近20來年 中國的社會財富有了快速的增長 但是社會的貧富不均的問題 也顯得相當的突出 儘管從世界上來看 不算是在最突出的 但是放在中國 這樣一個迅速發展的社會 這個財富的不公平的分配 它仍然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這次中央決定要推進 要從這個制度 從政策各方面 要推進這個共同富裕 當然就會引起大家的關注 其實我也注意到了 在這個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我們看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貧富懸殊的情況更加嚴重 特別是美國 富人更加富裕 而這個窮人更窮了 當然這個窮是相對的貧困 不是連飯都吃不上的這種貧困 那麼這個問題放在中國 也有 其實中國的統計數據 也可以看得出來 1%的人口掌握了全國大約 據說是20%到30%的財富 那麼這種情況如果不得到糾正 或者說不從制度上 加以約束的話 那麼中國未來也會出現 窮人越窮 富人越富的這個情況 這顯然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制度的 這樣的一種基本的原則 它也不符合中共執政的這種初心 所以現在如何從這個制度上 從政策上來做到這個 盡可能的共同的富裕 逐步地做到共同富裕 那麼這裡面既需要有理論的建設 更需要有實踐的這個 我們說首先是這種事業 我注意到最近浙江省 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事業 就是追求這種共同富裕 公益事業等行之有效的 這個合法的這個途徑 而不是以任意剝奪私人財產 這樣的一種方法 來從社會上逐步地來做到共同富裕 我相信這個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要有一種成功的這個實踐 那麼然後再把它在全國加以普及 那麼經過一二十年的一個努力的話 中國是有可能做到共同富裕的 亮談縱橫 本月的主題是 《東山再起的塔利班》 本週的主題是 《塔利班里的外國聖戰戰士》 我們在第一集就講到了 這個塔利班它是所謂的帝國墳墓 在反蘇戰爭當中有很多外國人 那麼主要是阿拉伯人 那麼進入了阿富汗 那麼加入了抗擊蘇軍的這個戰爭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 因為這個背景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後來我們說 在美國發動對阿富汗的戰爭之後 又有很多外國人 都是一些極端的穆斯林 他們自稱是聖戰的戰士 我們說包括像奧薩瑪·本拉登 最聰明昭著的一個 那麼其他還有 比方說最近十來年 我們看到既有基地組織的 還有其他一些不知名的伊斯蘭組織 那麼然後還有伊斯蘭國組織 雖然基地組織已經被打垮了 伊斯蘭國他們的根據地 也已經覆滅了 但是他們的一些殘餘分子 陸陸續續地都進入了阿富汗 另外還有一些人 比方說車臣叛匪 車臣叛匪在第二次車臣戰爭之後 由於已經被俄羅斯打敗了 那麼所以他們那些殘餘分子 就紛紛地逃竄 他們比方說到敘利亞打仗 那麼然後他們也加入了伊斯蘭國 那麼在伊斯蘭國覆滅之後 他們又轉戰陣地 又來到了阿富汗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 雖然人數不多 也不詳 可能是數以百計的 就是東突分子 就是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的 一些極端的宗教主義分子 一些恐怖分子 那麼其中有一些人 在當年在美軍進攻阿富汗之後 當時我印象非常深的 當時我們資訊台成立還沒有多久 我們在報導阿富汗新聞的時候 就曾經報導過 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 拉姆斯菲爾德 他不久前才去世的 他曾經說在我們 就是美軍 在我們抓到的俘虜當中 就有一些中國人 當時就說 讓我覺得非常吃驚 怎麼會有中國人出現在塔利班呢 那麼後來才能夠進出了 其實就是一些來 確實是來自中國的 擁有中國國籍的 一些維吾爾族的恐怖分子 他們先是到車城 那麼後來又到了阿富汗 參加戰爭 那麼結果被美軍俘虜了 其中有一些人後來還被 一直被抓到了 關在歐巴的關唐納摩美軍基地 那麼後來中國方面 還曾經跟他們交水 要求美國遣返 但是美國不願意遣返 但是你看這樣一些人 成員很複雜的 主要是來自 包括來自阿拉伯的 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的 來自車城的 甚至來自新疆的 還有一些中亞三國的 一些恐怖分子 那麼都是在塔利班的旗下 那麼這些人我想正是現在 阿富汗所有的鄰國都很擔心的 那麼一股勢力 雖然他們可能並不是統一的 沒有統一的指揮 也沒有統一的組織 但是如果他們分散開來 在塔利班重新掌權之後 又比方說他們又想進入中亞三國 因為中亞三國是一些恐怖分子的祖國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上河組織的外長會議 其中的這個阿富汗工作組 其實就是在研究這個問題的 俄羅斯方面也非常強調 就絕不允許塔利班的人 進入這個中亞國家 俄羅斯會幫助中亞國家 打敵這些恐怖分子 那麼另外我們看到 像這個在中國 那麼中國方面 當然也會強化這方面的防範 那麼所以塔利班 東山再起 塔利班再次打敗阿富汗的政府軍 掌握全國的政權 出現這種情況的話 那麼塔利班內部的 那些來自外國的恐怖分子 要和怎麼處理 那麼也會成為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今天的第二部分 我們要關注的是 倉皇出逃阿富汗 看美國的困境 阿富汗塔利班攻入首都喀布爾後 大批民眾涌向喀布爾國際機場 希望搭乘美歐撤離航班 機場一片混亂 美軍曾銘槍驅散人群 有人攀爬登機閒梯和廊橋 還有人攀爬正在滑行的 美軍運輸機 當運輸機爬升時 有物體掉落 據推測是躲進起落架艙後 不幸跌落的民眾 當地媒體報導 遺體已在機場附近尋貨 還有人爬上機場高牆 在揮手高呼之際遭開槍射擊 路透設置 喀布爾機場其中一個閘口 發生踩塌事件 俄羅斯媒體報導 在槍擊踩塌和墜落事件中 至少有40人死傷 阿富汗政府的迅速潰敗 和隨之而來的混亂局面 令美國總統拜登 遭到兩黨的一致批評 拜登堅稱不後悔撤軍 跟總統特朗普之指 拜登對美國的羞辱 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位總統 美國媒體也批評拜登無恥 稱阿富汗撤軍 是拜登政治遺產的污點 也會進一步撼動 他的總統寶座 根據路透社 與易富索禁於公佈的民調 拜登的支持率已跌破50% 是上任以來最低值 有評論指 美國這次溜走是歷史的恥辱 一點都沒有大國的擔當與風範 在國際間做出錯誤示範 美國對待民邦 使亂中氣的態度令人心寒 從上星期我做這個節目 到今天整整一個星期了 喀布爾機場的這種亂象 一直是世界媒體的報導的焦點 特別是電視鏡頭上 人們看到這個種種鏡頭 那麼因為這樣的一個 我們說在這樣的一個媒體 很發達的一個時代 喀布爾機場的這種種亂象 它正好折射出了美國的困境 這個拜登總統執政超過了 正好就超過了這個七個月 這七個月裡面 他做出的就在國際問題上 最重要的政策 當然就是在五個月份做出的 提這個從阿富汗撤軍 而這個決定做出之後呢 到了八月份 在美軍還沒有完全撤退的情況下 塔利班已經進入了喀布爾 那麼已經宣稱 已經控制了阿富汗的全境 而美國的這種倉皇的撤退呢 也反映出了一個什麼情況呢 那就是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 它在國際上 特別是在它的盟友當中 它的這個信譽是越來越低了 幾乎沒有人會相信 美國人說的話還能不能算數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 它反映了911之後 美國整個的這個國際戰略的失敗 我們知道 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 這個問題我曾經講過多次 我們說911之前 也就是這個小布什擔任總統之前 這個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的八年 那真是美利堅帝國最輝煌的時刻 那時候蘇聯已經解體了 美國在世界上沒有對手 而且美國的經濟非常的暢旺 美國沒有內在也沒有外在 而且美國還引領著 以互聯網為載體的新經濟的發展 那麼本來按照這種情況的發展的話 那也真是所謂這個福山所說的 這個歷史的終結就要到來了 但是沒有想到 一場911的恐怖襲擊 打亂了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 籌籌滿智 要把這個世界歷史定格在 所謂終結的這樣的一個時刻 而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刻 而這個新的時刻是以不確定 作為它的最重要的一個確定 所以我們看這個小布什擔任總統的 這個八年 基本上就是反恐的八年 但是這個反恐呢 早就有人指出的是越反越恐 它沒有辦法解決恐怖主義 產生的這個根本的問題 那麼就以阿富汗為例 我們看這個20年前 這個2001年的11月 美軍攻打阿富汗 而且很快就佔領了喀布爾 很快地就把當時的這個 塔利班政權就打垮了 那麼此後呢 美軍一直駐紮在阿富汗 而這個美軍的一些 美國的一些盟友啊 就包括這個北約國家 這些北約國家的人民 最近也都很憤怒地發說了這樣胡說 像這個德國人 德國的民眾說為什麼我們要到阿富汗 我們的子弟要到阿富汗去打仗 而美國糾結了一些北約的盟友 到遠離北大西洋之外 到中亞腹地的這個阿富汗去打仗 打了20年 那麼結果呢 確實失敗的 既沒有這個徹底的消滅塔利班 其實也不可能這個消滅塔利班 那麼最重要的是反映了 美國在這個戰略決策上的 這種既沒有明確的這個目標 那麼也沒有執行能力 其實拜登做出的這個 撤退的決定是正確的 因為在他之前 我們說這個川普 川普也想從阿富汗撤軍 但是呢他沒有辦法做出這個決定 川普之前的這個奧巴馬 也想從阿富汗撤軍 結果他不但沒有撤軍 反而還增加了在阿富汗的美軍 那麼就使得 美國深陷阿富汗這個泥沼 越陷越深 那麼到了最後 這個拜登決定不顧一切後果 馬上就從阿富汗撤軍 其實這個想法是對的 但是他可能也沒有估計到 這樣的一個撤軍 特別是在媒體上 展現出來的一個 所謂卡布爾時刻 因為跟46年前的這個西貢時刻 成了一個非常鮮明的一種對照 或者人們可以從這裡看到 美國兩次的這個倉皇出逃 看到這個超級大國 那麼以武力去干預別國的這個內政 想要改造別的國家 但是最後呢都是以失敗而告終的 所以美國這次在阿富汗的這個 倉皇撤退呢 那麼首先是使他在盟國當中 就已經威信掃地了 美國本來就已經不高的 這種我們說這種這個信用啊 現在已經就跌落得更厲害了 那麼有鑑於此 這個面對美國國內媒體 和這個國際媒體的 一片憤怒的這個批判之聲 特別是盟國普遍傳出了 這樣的美國還可靠嗎 美國還能夠保衛我們嗎 那面對這樣的一個質疑的聲音呢 拜登也做了一個前幾天啊 在對美國媒體的一次採訪當中呢 又做了一個這樣的表態 就是美國絕不會拋棄自己的 北約的盟友 北約的這個條款已經規定得很明確了 北約的一個成員國被攻擊的話 那麼其他成員國就會幫助這個成員國 其實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 但是拜登再次重申這個協定 重申美國要保護自己的北約盟友 這個重申當然是對的 那麼另外呢 拜登又說 這個在 因為在亞太地區 美國有像日本 韓國和台灣這樣的盟友 這些盟友如果遭到攻擊的話 美國也會保護他們 但是這個話就講得很奇怪了 我們知道這個美國是北約的老大哥 美國和日本有軍事同盟條約 美國和韓國也有軍事同盟條約 但是和美國和台灣地區是沒有任何官方的聯繫的 既沒有外交關係 也不可能有外交關係 更不可能有軍事同盟的關係 所以拜登這樣說呢 其實也可能是他的幕僚上他報告了 目前在台灣的媒體也有很熱烈的這個爭論 很激烈的這個爭論 那麼有人說今天的這個台灣 今天的阿富汗就是明天的台灣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類比是有點不倫不類的 台灣跟阿富汗的情況完全是不一樣 但是呢 放在我們說這個 放在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來看的話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這是美國跟中國建交的時候就已承認的原則 中美之間還有三個公報 那麼也是維護這個原則的 雖然近年來美國一直跟這個台灣 在悄悄地發展實質上的官方關係 美台的這個軍事交流呢也在發展 但是台灣不是美國的軍事同盟 不是台灣 不是美國的所謂盟國 所以拜登這個話講出來之後呢 一方面國際媒體也沒有太注意 因為知道他可能就是失言 那麼其實他這個失言 我覺得不是無心之事 他心裡面可能真是這樣想的 但是如果他要這樣做的話 就會把美國拖進一個新的絕境 這個絕境呢 要比阿富汗的結果要嚴重的多 因為如果兩岸之間發生戰爭的話 那是中國的內戰 而美國如果要介入這個內戰 中國的內戰的話 那麼美國就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價 遠比在阿富汗付出的 要更加嚴重的代價 那麼到時候 美國人民能不能答應呢 美國人民就會問白宮 為什麼我們要捲入 這樣一場中國的這個內戰 難道我們的子弟兵 還要在這個異國的這個土地上 繼續這個做這種無謂的犧牲嗎 我想這也就是拜登看到了 這個阿富汗 美軍 這個倉皇撤退去阿富汗之後 所面臨的困境 所做出的一個 雖然是慌不責言 但是也反映了 美國新的一個戰略困境 今天第三部分 我們焦點是 東山再起的塔利班 是不是換湯不換藥 8月19日是阿富汗國慶日 紀念阿富汗從英國統治下 獨立出來 當日 阿富汗多地民眾走上街頭 發起示威遊行活動 抗議塔利班奪權 但遭到塔利班鎮壓 現場極度混亂 一度引發踩踏事件 有多人傷亡 與此同時 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 也在同一天在突特上宣佈 成立一個新國家 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這曾是塔利班掌權時期 各方關注重新掌權的塔利班 將有核心作為 塔利班高層成員哈希米 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表示 不會奉行民主體制 塔利班政府將是奉行 伊斯蘭律法的伊斯蘭政府 他還指 塔利班將成立管制委員會 處理國家日常運作 精神領袖阿宏扎達 會繼續成為最高領導人 總統一職將由高層擔任 塔利班二號人物巴拉達爾 被視為新總統熱門人選 哈希米還表示 塔利班會成立新軍隊 當中包括塔利班成員 和舊政府士兵 因國外部隊撤走 而獲得的直升機和飛機 由於塔利班缺乏飛行員 會招攬舊政府飛行員加入 至於婦女權益問題 則將由伊斯蘭教學者決定 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曾強調 塔利班將建立一個包容的政府 在伊斯蘭教法框架下 允許女性工作和學習 美媒評論稱 塔利班排除了實施民主制度後 很可能會用上次執政時 差不多的制度來統治阿富汗 嚴格解釋 伊斯蘭教律法是塔利班的核心價值 而這在20年來並沒有太大改變 外界持續關注 塔利班所奉行的政策 是否換湯不換藥 中文裡面有一個詞叫做復辟 就是一個舊的王朝又重新開始了 那麼這種情況放在塔利班身上 也是再合適不過了 在1996年到2001年 塔利班統治阿富汗時期 他們的國名就叫做 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而他們一直用的旗幟 包括他們在海外的班師 在卡塔爾的辦事處一直用的旗幟 所以如今並不是一個 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只不過是一個 我們說又是復辟了 那麼所謂這個伊斯蘭酋長國 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根據這個專家的介紹 它其實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名稱 現在世界上有兩個國家 是有這個埃米爾 就是它的統治者是稱為埃米爾的 一個是科威特 一個是卡塔爾 那麼現在在塔利班執政時期 就成為世界上第三個 所謂的伊斯蘭酋長國 那麼也有人認為 應該翻譯成伊斯蘭埃米爾國 可能更合適一些 那麼當然這是不同的翻譯 名稱的翻譯 也反映了人們對於這個問題 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 我們看到這個事隔20年 這個當年的這個伊斯蘭酋長國 這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這個被推翻了已經20年了 那麼這20年裡面 阿富汗還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雖然它的這個社會的基本形態 就是它是一個 由這個貧窮的農村的 部落組成的一個國家 這個基本情況國情是沒有改變 但是畢竟在它的這個首都 喀布爾和這個幾十個大中城市裡面 它已經有了現代化社會的雛形 那麼包括比方說婦女 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解放 那麼另外呢 這20年裡面出生和長大的這個青年人 已經習慣於使用現代文明的 種種工具 比方說這個互聯網等等 包括這個體育運動等等 其實包括塔利班年輕的戰士 他們也接受這一點 那麼從這點來看的話 現在這個塔利班也注意到了 他們當年在他們執政的五年 所形成的那種這個很苛刻的 這種伊斯蘭教的這種制度 這種種種的這個限制呢 在國際上可以說是臭名昭著 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 那麼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最近幾天呢 塔利班的這個高層 他們已經比那個老塔利班 更善於這個從事國際的宣傳 更善於這個打造自己的這個新的形象 他們一再強調塔利班這個執政以後 會尊重阿富汗婦女的這個權利 那麼同時他們也很強調 他們不會這個執行 不會實行一個民主制度 實際上阿富汗在最近20年 已經在美國的指導下 實現了民主制度 只不過這個民主制度 它不是產生於阿富汗的文化 阿富汗的這個歷史的 沒有 它不靠地 它不接地氣 所以它並沒有真正的這個基礎 說推翻也就被推翻了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塔利班要實行一種符合 這個阿富汗國情的 這樣一種這個制度 那也是可以說 也是很自然的這個事情 因為阿富汗人民看起來 是接受了塔利班的 那麼就像25年前吧 就是1996年 當時這個阿富汗人民 接受了塔利班 現在這個阿富汗人民 也接受了塔利班 他們也像這個25 就像1996年那樣 希望塔利班能夠帶來和平 能夠帶來阿富汗的穩定 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其實人民的要求是很卑微的 那麼塔利班能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呢 就這幾天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這天一直是在密集地關注 這個來自喀布爾的這個第一手的報道 看到這個喀布爾的生活大體還是正常的 這個經濟 民生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 那麼雖然也有一些零星的報道 那麼說這個一些塔利班戰士 包括在這個阿富汗 他們在阿富汗的一些省城 在一些城市裡面強搶民語 強迫這個民語跟他們結婚 因為這些年輕的塔利班戰士 這個都處在青春期嘛 這個長期的這個作戰 他們也沒有自己的這個妻子 所以就用這樣強迫的這個手法 來這個搶取民語 雖然還不是很普遍的這個事情 但是畢竟 它使阿富汗的這些婦女就感到恐慌 因為誰也不願意自己強迫 被嫁給某一個男人 他不喜歡的這個男人 但是這好像就是塔利班的一個特點 所以塔利班的初心到底是什麼 塔利班的本質是什麼 塔利班是極端宗教的產物 是伊斯蘭世界裡面這種比較極端的一派 他們既有這個我們說 這個沙特 源於沙特阿拉伯的 這種這個原教旨主義的這個影響 那麼也有受到這個伊朗 伊斯蘭革命的影響 雖然伊朗這個教派跟 我們說跟塔利班不一樣 但是在這種意識形態上 在這種極端宗教這個意識形態上 他們受到影響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塔利班要把阿富汗 建成一個伊斯蘭的國家 而且是一個純粹的伊斯蘭國家 這就是他們的初心 我相信他們這個初心沒有改變 但是這個策略他們可能會調整 因為我們看到一些 即使是一些 我們說也是以伊斯蘭教 為自己的法律的國家 像無論像沙特阿拉伯 還是這個伊朗 他們都沒有執行很嚴酷的這種政策 特別是對待婦女 或者說他們都有一些靈活的手段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阿富汗他也可以學習沙特阿拉伯 可以學習伊朗 那麼在宣稱以伊斯蘭教來統治國家的這個同時 那麼在也要尊重已經經過了20年變遷的這個阿富汗 而不是像他們第一次掌權的時候那樣 採取一些非常極端的這個措施 如果他堅持要執行這樣一種措施的話 在國際上會引起的批評 我想對塔利班他們無所謂 他們不在乎國際社會的批評 他們也不在乎國際社會的所謂的這個制裁 但是如果阿富汗的人民起來反抗 這個當然是有可能的 而這樣的話就會嚴重地影響這個塔利班的執政 實際上塔利班有一個特點 他們常於打仗 他們常於攻城掠馳 但是他們短於社會治理 一方面阿富汗本身就沒有一個全國性的 一個社會的這個治理體系 那麼以塔利班的這種宗教的這個屬性 他們能不能建立起一個有效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治理體系的話 我覺得也還值得這個技術觀察 另外塔利班長期以來在經濟上 一個是依靠外國的援助 特別是伊斯蘭國家的這個援助 就依靠毒品走私 他們好像沒有能力 去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面 去發展經濟 去提高人民的這個生活 所以這個塔利班執政之後 包括他要建立一個所謂的 這個融合的包容的這個政府之後 能不能讓這個阿富汗人民 過長正常的這個生活的話 需要繼續觀察 美國倉皇撤退出阿富汗 那麼引起了美國國內民眾的強烈勃滿 所以我們漫畫家呢 也就抓住了這樣的一個主題 我們看到這個漫畫商的這個形象 就是山姆大叔 也就是美國的這個代表 但是呢他前面的那支 可以說那支飛來去的一個箭 反映了美國民意調查中 對於拜登的支持度 最近是連續的下跌 這種情況如果持續的話 那麼對於未來美國的中期選舉 那麼很可能會對民主黨 帶來不利的影響 那麼也難怪呢 這個前總統川普 現在可以說是得意洋洋 因為他認為可以利用拜登的錯誤 獲得更多的支持 謝謝大家收看《時事亮亮點》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